当下,中国企业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案之一,就是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化这条宽阔的大马路上 所有人都想参与其中,让企业迭代升级 据IDC调研结果显示 84.9%的中国企业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型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近5.4万亿美元 增速全球第一 翻一下官方文件,十四五规划刚要提出 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到10% 不过,在数字化的洪流中 有些企业找到了合适的玩法 玩得风生水起 有些企业,仅仅是生搬硬套 寒单学部,套了一层数字化的皮 在这场数字化宽路中 窄门正在悄然浮现 很多商场里,都会有几个默默溜达的导航机器人 他在等着人们,过来问路 或者点击他胸前的屏幕 发现他的其他功能 起初,人们会因为好奇尝试 到后来,几乎无人问津 这个伪需求 却成为很多商场数字化转型的标志之一 过往数次的商业变革已经证明 技术的提升 能改善商业模式上的效率难题 但是在实际解决方案中 创新技术有很多都脱离了实际的应用场景 变成了单一化的技术推崇 不少企业为了彰显数字化 转而进行科技产品盲目 片面地叠加 在一定阶段内 科技投入开始逐渐趋同 产品形态变得越来越大同小异 最后形成了服务标配 就如同商场里无人问津的机器人 以星巴克为例 早在2008年 星巴克就曾推出了MSI我的星巴克点子 通过互联网收集用户建议 改善服务和增强用户体验 6个月时间 就收到75,000多项建议 很多建议 后面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评论和赞成票 星巴克采纳了多条用户建议改善自己的服务 比如 一万多名顾客建议 应该堵住盖子上的那个小孔 以防咖啡建出来 于是 星巴克便推出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房建小棒 这位咖啡巨头的移动APP上 有1700多万活跃用户 通过追踪用户的购买行为 了解消费者特征 进而设计了一系列产品来适应消费者习惯 通过研究消费者 在连锁店里如何点咖啡和拿铁 并将结果与几个行业报告相结合后 星巴克推出了K卡 胶囊咖啡 和在商店和超市销售的瓶装咖啡 这些产品的推出 仍然是满足不同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从来不是在商场或公司大厅 增加几个语音导航机器人 也不是弄个网站服务号 随意收集几条用户建议 也不是增设一个CDO或CIO的岗位 更不是一个公司领导人的个人意愿 或者只是为了顺应趋势不得不做的升级 服务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更要坚持通过全渠道去发现和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 最终才能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 实现行业升级 比如 最近两年流行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成为不少小区物业管理的创新模式 一方面 将人脸识别作为住户身份验证方式 是一种智能化管理 可以更精准识别出入小区人员 让小区管理更安全 更高效 另一方面 也存在个人隐私泄露问题 更重要的是 这种数字化管理创新模式的升级 是基于物业公司本身 并非用户的真实需求 碧桂园服务的小区 在响应部分业主需求 增设人脸识别外 仍然保留多种进入小区的方式 供业主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我们始终认为 科技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只有人性加科技 才能打造出以人为本的好服务 碧桂园服务执行董事 董裁李长江说 作为一个与业主接触 且长周期陪伴业主的服务行业 物业服务行业面对的是体量庞大的客户群 他们地理位置、年龄层都不一样 其需求是繁杂的 多样的 比如 以某高档小区 保安在业主出入小区时 敬礼问候 这一行为举例 有的业主觉得很贴心 有的人觉得没必要 南方的业主和北方的业主 生活习惯不同 需求也会不同 每个业主的需求都是个性化的 而多数物业公司 往往提供的是一刀切式的填鸭式服务 这造成物业公司们觉得服务已经到位了 业主却并没有明显感知 甚至还会不满意的情况 这就要求服务业通过数字技术 打破跨行业的壁垒 去读懂用户的心理 基于新的服务场景 物业公司到底怎么做 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我们更加强调的是 运营的最终效果是要为客户 为业主提供完整的服务 不是简单叠加一些其他的智能化设备 碧桂园服务集团副总裁 首席信息官员洪凯说 为此 碧桂园服务与多个科技巨头展开战略合作 将过去29年的物业服务经验 植入服务管理模型 打造了物业服务数字化管理云平台 天时云平台 不改人车出入场 设备维护 收费缴费 品质运营 呼叫管家 工区安防和数据分析等八大服务场景 辅助员工更好的开展工作 以物业管理中最基础 最重要的服务内容安防为例 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下 一个监控室内同时播放几百个摄像画面 工作人员面对巨大的信息量 眼花缭乱 需花费大量时间才能捕捉到关键信息 如今 利用天时云平台 以技术沿辅助人眼 系统可以做到 每隔五分钟 就进行一次全面安防巡检 有效辅助一线员工进行安全管理 再比如 以往管家通过纸笔记录业主的诉求 碧桂员服务则为每位管家配置一个专属的APP 可以把业主拜访 报事报修 业主缴费 门岗放行 投票等最常用的功能 全部装进口袋里 客服管家可以一键查看 实时更新代办事项的状态 高效处理业主诉求 通过天时云这一套数字化产品 碧桂员服务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有了数据化工具 流程 技术的加持 碧桂员服务开始从以产品和服务为核心 逐渐过渡到以客户体验为中心 过去 以产品和服务为核心时 企业往往会设立客服部门 倾听客户的声音和服务反馈 碧桂员服务专门成立了客户体验研究院 构建了以数据驱动的服务体验管理体系 碧桂员服务搭建了CEM客户体验管理平台 设置了近百个线上线下服务触点 布盖近2500个项目 业主可以通过凤凰会APP 微信400 客服 电话等多种渠道 随时随地为物业打分 甚至可以走在小区随手拍一拍 通过AI识别技术捕捉业主当下需求 弹出场景化问卷让业主为物业打分 据统计 每个月有超过45.3万业主输出评价 其中包括综合满意度 单向满意度 触点评价等 同时 结合碧桂员服务的社区空间数据库 每个业主评价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空间数据识别到具体项目 哪个点位评价低 即刻形成工单去整改 这种实时的数据分析 可以让物业的一线工作人员 快速敏锐地捕捉到趋势上的变化 或者共性的特征 给用户推荐更符合他需求的个性化服务 评价一个物业公司的好坏 不只是草坪干不干净 树叶减得好不好 更是如何感知业主的个性化需求 给到业主这种服务 这才是物业公司服务的核心 袁洪凯说 触点变多后 可以获取的信息更加丰富了 基于客户体验管理上的想象空间也被打开 当数据的流通满足企业内部需要时 碧桂园服务的数字化业务 也要纵向扩展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 宝石花物业是被天石云平台赋能的典型案例 宝石花物业是由碧桂园服务 和海峡能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宝石花 家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孵化而生 为解决原本存在管理分散 数据不通 依赖人工 服务单一等问题 使用了碧桂园服务提供的天石云 数字化解决方案 碧桂园服务为宝石花物业提供的天石云系统 包含四个服务系统和一个IOC数据中心 使用后 宝石花物业也向数字化社区迈进 建成了宝石花物业信息化管理全国运营中心 物业服务统一客服呼叫中心 小区业主便捷生活服务应用 还建设了项目员工多维度工作考核机制 形成一套符合自己特色的物业服务过程 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我们在与其他企业合作时是很开放的 因为我们不想被别人认为 碧桂园服务只是提供SaaS产品 我们其实是在帮助企业建立数字化能力 让系统能满足他们用户的需求 袁洪凯指出 最终的落脚点 仍然是用户需求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月19日消息 微软公司昨晚突然宣布 豪制687亿美元收购游戏巨头 动势暴雪 在此之前 这笔爆炸性交易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它是怎么达成的呢 去年年底 那时的动势暴雪及其CEO 暴毙科技克正饱受性骚扰指控的困扰 据外媒当时报道 科技克多年来一直知道公司存在不当性行为 而且 他自己也有性骚扰和虐待行为的历史 例如 科技克知道 动势旗下工作室的一名女员工 声称她被男上司强暴 但是她向董事会隐瞒了这一信息 也并未告知董事会 公司最终与这位女员工达成了和解 知情人士称 这么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向一个关键合作伙伴表示支持 表明微软就动视对待女员工的方式感到担忧 另一个目的 则是确保如果科技克及其董事会 愿意出售公司 微软将处于有利地位 可以提出报价 在两周的时间里 经过几次电话交谈 讨论逐渐发展到微软有意收购该公司 尽管这些事件为双方从11月中旬开始磋商 最终协议铺平了道路 但是几个月来 微软高管其实一直在暗示他们正寻求交易 至少从2020年夏天开始 微软 CEO萨迪亚 纳德拉就一直在寻找 能给公司带来稳定消费及用户的收购机会 2021年11月 斯宾塞在佩利国际理事会峰会的一次采访中 重申了他的一贯立场 及他正在寻找收购机会 他还指出 XBOX业务 尤其想要达成 能够增加休闲和社交游戏的交易 这正是动视的手游所能提供的 我们雄心勃勃 斯宾塞在峰会上说 大约在同一时间 动视暴雪 因为性骚扰报道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这一爆炸性报道曝光后 斯宾塞在微软内部传阅了一封电邮 称 他正在评估我们与动视暴雪所有方面的关系 并根据媒体爆料进行积极调整 这两家公司已经合作了近20年 动视面向微软Xbox游戏机销售游戏 第一款使命召唤就是为初代Xbox游戏机发行的 斯宾塞在一封发给员工的电邮中表示 他和微软的游戏领导团队 对动视的可怕事件和行为深感不安 与其他大型游戏交易一样 微软对于这笔交易的推销 也充分利用了斯宾塞数十年的行业经验 1988年 这位高管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微软 之前他曾在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一家电脑 市场推销 电子游戏和电脑设备 然而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即便在动视 努力挽回其在玩家和投资者心目中的声誉 并权衡潜在出售交易时 科蒂克和动视董事会也不接受微软作为收购方 在性骚扰报道发表后的一个月内 动视的股价下跌了约15% 知情人士称 动视曾打电话试图找到其他感兴趣的公司 包括Facebook 母公司Mita和至少另外一家大公司 但是这些公司兴趣不大 Mita的发言人拒绝置评 面对动视的犹豫 微软退后了一步 告诉该游戏发行商 他们很高兴与动视继续合作 并致力于在Xbox上销售更多动视游戏 最终 动视回到谈判桌前 两家公司的团队整个假期都在努力达成协议 微软聘请了高盛集团的丹迪斯担任顾问 动视聘请了投行艾伦公司的南希·佩雷茨曼 知情人士称 尽管纳德拉在需要时参与了合并谈判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斯宾塞和科蒂克负责磋商 当佩尔松想要出售《我的世界》时 他直接找到了斯宾塞 《我的世界》之前由私人拥有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游戏之一 2020年 斯宾塞还亲自与知名视频游戏发行商 Bethesta Softworks的联合创始人 罗伯特·A.奥特曼谈判 以75亿美元收购 Bethesta母公司Zen IMAX Media 就在微软与动视讨论交易的同时 另一家大型电子游戏公司也出手了 上周 Tik2宣布以110亿美元收购手游开发商Zenga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Tik2敲定交易之前 不择该交易的银行家曾与微软接触 看看他们是否有兴趣竞购Zenga 微软表示反对 周二 微软宣布以68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动视 将这家拥有《使命召唤》和《魔兽世界》 等系列游戏的传奇游戏发行商收入囊中 这一结合让微软一跃成为顶级游戏开发商 获得了多年来一只难以得到的手机用户 让微软在和对手竞相打造 被称为元宇宙的虚拟现实平台之际增强了实力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IT之家1月19日消息 华为花瓣搜索是华为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 此前已在海外发布 近日该搜索突然在国内开放访问 结果不到一天后再次关闭 并没有正式上线 其查查APP显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第5276-5919-5277-4570 靠花瓣搜索商标被驳回 文书显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因不服 商标局驳回上述花瓣搜索商标的注册申请 申请复审 复审认为 申请商标花瓣搜索与诸引证商标均包含花瓣二字 构成近似商标 共同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服务上 亦引起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商标经过使用 以与诸引证商标相区分 故申请商标的注册申请应与驳回 IT之家了解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2021年申请多个花瓣搜索商标 但目前没有一个注册成功 1月19日消息 I股早盘比亚迪持续走低 限跌近3%报258.88元每股 总市值报7530亿元 消息面上看 财经天下周刊获悉 仅中标两天 智利法院急叫停 涉及总计8万吨金属理产量配额合同 智利法院称将暂时停止理矿开采招标和授权 智利矿业不择称 招标并未最终取消 据悉 早在2021年10月 智利政府对国内约40万吨金属理生产配额进行招标 该配额被分为5份 每份8万吨 共5家企业参与投标 其中 比亚迪以最高价6100万美元中标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 在2021年10月底 比亚迪股价曾创出333.33元每股的新高 市值超过9700多亿元 但至今不到三个月 比亚迪市值一度跌破7000亿元关口 美国圣迪亚哥时间1月18日 高通公司正式宣布 已经与沃达峰公司和泰雷兹合作 全球首次演示采用ISIM新技术的智能手机 此次演示将采用一台搭载骁龙 888处理器的三星Galaxy Z Flip 35G手机进行 通过该技术 能够允许手机在没有物理SIM卡或专用芯片的情况下 让连接设备 据悉 ISIM技术符合GSMA规范 并允许增加内存容量 增强性能和更高的系统集成度 并且不同于此前的ESIM技术 ISIM技术不需要任何单独的芯片 而是直接嵌入在设备的处理器中 简单来说 相比传统的SIM卡或者ESIM技术 ISIM技术有着多项优势 首先 ISIM技术直接整合在设备的处理器中 节省了手机寸土寸金的内部空间 此外 ESIM的技术能够直接沿用至ISIM中 运营商方面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技术迭代 同时 ISIM直接集成在处理器中的特性 为将移动服务整合至手机外的设备铺平了道路 据外媒报道称 报道称 富恩特于1909年2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莱昂 是一名鞋匠 他与妻子安东尼娜育有8个孩子 14个孙子和22个增孙 之前有科学家研究发现 在人类染色体的末端 有一小段的DNA蛋白质复合体 犹如染色体的帽子一般 它就是端粒 伴随着体内细胞的分裂 端粒也会越来越短 最终当端粒再也无法缩短的时候 人体便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不过虽然看起来似乎很容易 不过想要控制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 人类如果实现永生 当人口数量越来越多 地球很可能也会超负荷运转 日前 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 一辆顺风快递电动车 在高速上被拖车拖运时 突然发生了起火自燃事故 视频中 目前 暂不知晓事故的后续如何 我们也保持关注 此外 值得讨论的是 因为电动车三电系统的存在 不少消费者直觉认为 电动车的自燃率要高于燃油车 但是统计数据正好与此相反 此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冯春介绍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数据显示 并且 早在2019年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就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事故报告的补充通知 其中明确要求 新能源汽车发生冒烟 起火事故的 新能源车企应在事故发生后12小时内 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事故基本信息 此前 我们分析了合资品牌 在2021年的销量成绩单 然而在疫情和芯片问题的双重影响下 排名靠前的合资品牌销量 普遍呈现下滑趋势 那么 与合资品牌相比 自主品牌 在这双重压力之下 又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从成联会公布的数据来看 不同于合资品牌表现的筹云惨淡 此次位列榜单的自主品牌均呈现同比 正向增长 其中吉利 长城 长安依然是占据了自主榜单的前三名 并且排名与去年也没有变化 吉利依旧蝉联2021年自主品牌销量冠军 紧随其后的则是长城以及长安汽车 值得一提的是 三家车企2021年销量数据都突破了120万辆 而榜单上的上汽乘用车 比亚迪以及奇瑞汽车也有较大程度的增幅 根据厂商公布数据 上汽乘用车2021年累计销量为80万0767辆 比亚迪累计销量为730,093辆 奇瑞累计销量为65万6,846辆 其中 比亚迪凭借其新能源车型的强势表现 实现了75.4%的同比增长 让人眼前一亮 接下来就让我们详细看看 上述自主品牌的年度成绩单吧 日前 从官方公布的销量数据来看 吉利汽车2021年累计销量 为1328,029台 与去年销量相差无几 同比仅增长0.59% 不过这一成绩依然是自主品牌销量冠军 并且算上2021年度 吉利已经连续5年夺得自主品牌 年度销量冠军 吉利品牌方面 备受期望的中国新系列全年销量超21万辆 其中紧凑型SUV星月L上市5个月 总销量超5万辆 同为紧凑型车的新锐 全年累计销量超13万辆 地豪以及博越家族也是表现抢眼 分别获得全年累计销量20万辆 以及22万辆的好成绩 此外 吉利旗下高端品牌领克 在2021年的销量端 也有十分亮眼的表现 领克汽车全年销量达220 516辆 同比增长约26% 创年度销量新高 而在新能源领域 吉利2021年新能源板块总销量超10万辆 虽然占比并不算很高 但也算在该领域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极客品牌下的极客001 在12月交付3 796辆 环比增长88.7% 尽管受到了产能问题所限 依然收获了不俗的关注度 也是未来可期 未来规划方面 吉利预计将在今年推出两款基于CMA平台 尺寸 与博越相同的A級SUV和10万元以下小型电动车 此外 还有一款全新混动车型以及改款几何A 改款几何C也将在年内推出 同时 以雷神动力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 将全面投入使用 预计搭载车型站 比将达到30%到50% 根据官方公布数据 长城汽车2021年累计销量 为1280,993辆 同比增长达15.2% 至此 长城汽车已实现连续6年销量突破百万辆 其中 新能源车型 全年累计销售136953辆 占比10.7% 作为长城汽车顶梁柱的哈佛品牌 全年累计销售7708辆 同比增长2.64% 其中 哈佛H6凭借370437辆的成绩 成为了最大功臣 也是中国SUV车型的销量冠军 此外 在2021年的上海车展中 宣布独立的坦克品牌 全年也销售出新车84588辆 在长城汽车起家的皮卡领域 2021年也累计销售23306辆 同比增长3.6% 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200万辆 其中 长城炮在2021年 共计售出127,940辆 同比增长达11.4% 而在新能源领域 作为主打女性消费者的欧拉品牌 在2021年 全年累计销售135,028辆 同比增长达140% 其中好猫全年共计售出50,931辆 并在12月实现单月销量首次破万 达到了10685辆 同比增长430% 未来规划方面 去年长城汽车在其战略发布会上曾表示 到2025年汽车销售达400万辆 80%为新能源车 营业收入6000亿元 在2022年将发布首款轻能源车型 到2025年实现全球轻能源市场占有率前三 2023年推出60款新车型 销售280万辆 其中欧拉品牌销售100万辆 根据官方公布信息 长安汽车集团在2021年 取得了超过230万辆的销售数据 长安乘用车一举突破120万辆大关 全年销售1204199辆的同时 迎来了23.08%的大幅增长 从车型端来看 CS75系列全年累计销量超过28万辆 异动系列全年累计销量超过17万辆 CS55系列全年累计销量超过14万辆 CS35系列全年累计销量超过8万辆 UNI系列全年累计销量超过12万辆 此外 长安欧上2021全年累计销量22.8万辆 凯程品牌全年累计销量18万辆 长安马自达全年累计销量13万辆 长安福特全年累计销量30万辆 在新能源领域 长安汽车奔奔E-Star全年累计销量超过7万辆 未来 长安汽车与华为宁德时代共同打造的阿维塔11 也将于2022年实现上市 据上汽乘用车消息 2021年 上汽乘用车全年销量达80万0767辆 同比增长22% 首次突破80万辆创历年新高 其中 MG品牌2021年累计销量是47万辆 荣威品牌累计销量是37万辆 而其中新能源车型累计销量是16万辆 新能源领域 上汽乘用车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迎来了明显的增长 全年销量达到了161866辆 相比2020年增长了107% 目前 荣威 明爵两大品牌 均推出了多款新能源车型 包括RX45 EMAX RX45 EPLUS EI5 明爵 EZS等 未来规划方面 根据官方公布信息 全新荣威M1系统首款车型荣威京 全新一代荣威RX45 纯电轿跑MG CyberAster 等新车即将与公众见面 与此同时 具备电动性和智能性双重特征的 全新一代纯电架构 将正式落地 与Sigma架构一同开启 双架构造车时代 根据比亚迪官方公布的销量数据 2021年比亚迪 呈用车全年累计销量 为730,093辆 同比增长75.4% 其中 新能源车销量为593,745台 同比增长高达231.6% 截止去年 比亚迪年销量仅为43万辆 而今年这一飞跃式进步 无疑也证明了比亚迪 在新能领域的领军地位 而在新能源车型当中 一威车型全年累计销售了 320,810辆 同比增长144.9% 而DM车型则是售出了 272,935辆 同比增长467.6% 具体车型方面 比亚迪汉在2021年全年销售 了117,665辆 唐家族全年销量达54,204辆 相比去年提升了47.5% 比亚迪宋家族全年销量为20,870辆 相比2020年有所下滑 而提升最大的还是以秦 Plus DMI领衔的秦家族 其2021年全年销量为194,220辆 相比2020年提升了136.3% 未来规划方面 比亚迪还将推出包括 比亚迪汉DMI、比亚迪元Plus、 比亚迪驱逐舰05、 2022款比亚迪宋MAXDMI等多款车型 此外 比亚迪高端品牌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推出 首款车型将会是一款硬派越野车 有望在下半年发布 预计上市时间会在2023年 根据官方信息显示 奇瑞集团2021全年国内销量 达69万2772辆 同比增长12.38% 值得一提的是 奇瑞集团2021全年出口车型 达26万9154辆 同比增长136.3% 连续19年位居中国品牌 乘用车出口第一 具体品牌方面 星图汽车全年销售37155辆 同比增长121% 奇瑞汽车全年销售65万6千846辆 同比增长46.3% 截图汽车全年实现销量15万4077辆 同比增长17.9% 而在新能源领域 奇瑞集团2021年实现新能源汽车 总销量109,028辆 同比增长144.6% 其中 明星车型小蚂蚁 上市4年 累计销量突破25万辆 在纯电小车市场具备领先地位 纵观榜单吉利虽然全年销量并没有明显涨幅 但依然凭借其身后的市场底蕴 守住了榜首地位 而紧随其后的长城与长安 在2021年都是涨势喜人 今年未必没有机会将吉利拉下马来 而2021年度自主品牌的销量黑马 莫过于比亚迪了 凭借新能源领域的强势 崛起杀入榜单 由此也可见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巨大潜力 相信在今年比亚迪伙同50红光mini一威 必将与特斯拉展开一场更为激烈的新能源之战 而除了自主三强以外 上汽乘用车也首次突破80万辆大关 奇瑞集团也在出口端有着极其强势的表现 蝉联19年出口第一 而红旗品牌以30万辆 赢得中国豪华品牌销关 也正以极快速度崛起 可以想见不管是传统燃油车市场 还是新能源领域都将在2022年 迎来一场自主品牌的全面对决 昨天晚间 全球玩家见证历史 微软官网发布声明 交易完成后 微软将成为全球收入第三大游戏公司 仅次于腾讯和索尼 微软在声明中表示 该交易预计将在2023财年完成 该交易已获得微软和动视报学 董事会批准 在官宣后 今日 话题警号 微软宣布收购 动视报学警号 冲上微博热搜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感叹 另外 Xbox官微发文表示 今天是极具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激动地与大家分享 举世闻名的动视报学即将加入Xbox大家庭 微软收购动视报学后 对玩家来说 似乎又多了一个买Xbox的理由 根据官方声明 Bobby Kotick将继续担任动视报学CEO 交易完成后 动视报学业务将向微软游戏部CEO Phil Spencer汇报 北京时间1月18日晚间 微软公司宣布 计划以687亿美元的代价收购 游戏开发和互动娱乐内容发行商动视报学 微软称 这将为元宇宙建设添砖加瓦 微软和动视报学双双在纳斯达克上市 而微软的出价相当于为每股动视报学 不出95美元 这将后者在1月17日的收盘价 每股65.39美元 溢价高达45.3% 消息发布后 动视报学开盘跳涨约30% 直线拉升价格至每股80美元向上 不过 由于这笔交易预计在2023年才会完成 因此投资者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以办公软件 云服务知名的微软 近年来在硬件开发上运营的风生水起 尤其在元宇宙相关的头戴显示设备上 居于市场龙头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改名Meta的Facebook 不仅和微软进行头戴显示设备的竞争 而且近期在加强游戏内容建设上颇费心力 微软此次收购动视报学 也因此被视为与Facebook争霸 竞夺在元宇宙生态中的龙头地位 动视报学是一家全球知名游戏开发公司 几经行业合并 当前是全球游戏开发龙头之一 微软旗下已有游戏团队 然而收购动视报学后 将一跃成为仅次于腾讯和索尼的第三大游戏公司 微软在这笔收购中 难掩对游戏业务的看好态度 微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Sakir Nadal A称 游戏是当今所有平台娱乐中最有活力 和最令人兴奋的类别 并将在元宇宙平台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他还表示 微软正在对世界一流的内容 社区和云进行深入投资 以开创一个游戏新时代 微软还强调了移动游戏的重要性 该公司称 移动游戏是最大的细分市场 全球近95%的游戏玩家 喜欢移动游戏 微软透露称 有意将两家公司旗下的旗舰 游戏光环 和魔兽进行威爱游戏的改编 动视暴雪的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塔莫尼卡 是全球最为知名的游戏开发商之一 前身为动视公司 在2008年收购了暴雪的母公司Vivendi 又在2015年收购了已开发Candy Crash 知名的King游戏公司 通过收购 诸多风靡全球的游戏 如今都纳入动视暴雪公司旗下 例如使命召唤 魔兽世界 星际争霸 炉石传说 守望先锋等 动视暴雪的财务状况也非常健康 从2018年到2020年 该公司总收入分别达到75亿美元 64.89亿美元 80.86亿美元 而截至2021年三季度前12个月的总收入 达到了90.52亿美元的新高 规模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26.44亿美元 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 该公司账上的净现金就达到63.7亿美元 这笔规模庞大的交易 已获得微软和动视暴雪董事会的批准 需等待监管审查 也需要得到动视暴雪的股东会批准 交易预计将于2023财年完成 去年10月底 原本已开发社交网站之名的脸书公司 突然宣布改名Mita 并称未来将以开发元宇宙为经营药物 在此后 Mita的元宇宙路径不断曝光 包括该公司对虚拟化视频会议应用的软件开发 对头戴显示设备的硬件开发 事实上 还有对游戏内容的大力开发 这和微软几乎在多条业务上狭路相逢 在虚拟化视频会议软件上 Mita大力开发Horizon Workrooms拉拢Zoom 微软则大力开发Teams和Mesh 在头戴显示设备上 Mita将其建产品AQOS Quest 2的价格降低至299美元 在全球大卖1000万台 而微软的HoloLens则一直保持着性能最佳的美誉 南方财经全媒体日前曾经报道 Mita近期也在大力开发游戏内容 在过去两年中 Mita不仅大力收购VR游戏工作室 也积极为游戏开发者提供开发工具 Nuzoo游戏市场分析主管Tong Y.J.Man此前向记者表示 VR游戏市场的真正爆发 需要硬件市场的配合 他解释 VR市场处于两难的境地 消费者只有看到优质的VR内容 才愿意购买头显 而游戏开发商只有看到VR硬件的安装数增加 才愿意在内容制作上做更大的投入 微软显然不能对Mita的游戏内容建设做事不管 此次收购动视暴雪后 将立刻成为仅次于腾讯和索尼的全球 第三大游戏运营商 在元宇宙建设方面 微软兼具软件和硬件的开发能力 近年来 微软的头戴显示设备HoloLens 销情颇为火爆 除此以外 Mita HTC Valve 三星 索尼等多家科技大厂 都投身到了头戴显示设备的开发中 另外有消息称 苹果的元宇宙设备也最早会在今年下半年发布 售价或将超过2000美元 在诸多元宇宙设备中 头戴显示设备是目前较为受欢迎的一种 这种设备结合了近年显示屏幕 感知装置于一身 或有VR功能 或有AR功能 早前 深圳纳德光学创始人彭华军 对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表示 头戴设备通过将屏幕实相经过折射 形成放大的虚项 以及扩大视长角 给人造成屏幕尺寸的误判 从而会形成沉浸感 沉浸感也成为了诸多头戴设备开发商的主要卖点 和竞争对手相比 HoloLens算不上是一款价格亲民的消费者电子产品 2021年推出的HoloLens 二工业版 每台售价高达38,788元人民币 这款硬件将可用于工业训练 危险环境里的监控操作等 然而 Mita旗下的ArcoOS Quest R就面向更日常的消费市场了 这款产品也是2021年圣诞节里的一大爆款 有市场统计称 自从该产品2020年10月推出以来 已经销售超过1000万台 这款产品售价低至每台299美元 主要用于游戏、观影等娱乐用途 当前 苹果公司尚未推出任何一款VR或AR产品 近期有供应链渠道消息称 今年下半年市场有望等到苹果的元宇宙新品 市场分析猜测 苹果将瞄准游戏领域 将新产品定位为游戏开发者的梦想 并可能与影片开发商展开合作 创建更多可以在VR设备上观看的内容 1什么都抖 3 los 4 5 6